跟现在的逻辑没有不一样 今日柯文哲重提福茂 遭到围剿后辩驳 9年前参加太阳花学运 是反黑箱不是反福茂 27号晚间脸书再发文 以别忘记他们都是你的同胞为题 柯文哲表示 当年台湾人民反对的是什么 我认为是买办阿把的政权 还说30秒将法案送交院会 将已经无力反抗的人民 打得头破血流 这就是阿把 不过就当年在现场的律委 跳出来反驳 连柯文哲前摄影官 出号金牌铃的潘俊玲 也在脸书炮轰 那晚我们在中山中校路口 营救无数狼狈逃出来的学生 但你有营救过任何艺人吗 痛批柯文哲 也没成立专案小组抓当年的恶警 潘俊玲直言 你凭什么消费为民主奉献的学生 最扯的是连地点都写错 看看柯文哲这篇文章 第一时间写的是在青岛东路 将人打得头破血流 潘俊玲留言不是在青岛东 而是在行政院 那一晚你没有出现 所以柯文哲立刻把地点删除 学生被打的最惨的地方 是在所谓行政院的周边 其实希望柯市长不要忘记 当年是什么样的力量 把他推上了台北市长的位置 我也冲进行政院 他用他医师的角度 跟他参与公益的这个身份 进到整个大的一个运动的现场 他本人应该可以对外很清楚的说 重启服貌成为朝野攻防焦点 随着2024逼竟 柯文哲突然抛出这一题 但他9年前到底贡献了什么 也被昔日现场的人一一打脸 最近的陈居杰顾原松正海中 SN教组特别道